好 现在看167月 那现在讲到这个萨哲宁见子 问佛 那么你都是为弟子怎么说法 佛跟他讲 都是教他们这样观 因为我是这样得解脱的 所以我就教我的弟子这样修行得解脱 我说法是为了让我弟子得解脱 那我说法是为了让我弟子得解脱 那我是这样解脱的 那我就教我的弟子这样修学得解脱 好 那这个萨哲宁见子就跟佛说 瞿谈犹如壮夫 风润乱下有可得免 瞿谈论手难可得脱 他现在赞叹世尊 赞叹佛陀了 就像一个 有一个很强壮的人 那么他在乱刀 非常锋利的乱刀砍下的时候 还有可能不会被砍死 但是如果我们如果来跟 瞿谈 瞿谈辩论的人 没有一个可以全身而退的 就是没有一个不会被打败的 就是你找不到空隙 你那个世间的那个乱刀砍下 你还可以散 那么你跟瞿谈 就是跟佛陀辩论 你找不到对他的延迟的这个刀 因为他所说的智慧非常的锋利 你无处闪躲 那么不可能 那么从这个瞿谈的这个辩论中 那么可以散得掉 可以不受瞿谈辩论的这样的一个伤害 就是他你不可能不被打败 如圣毒蛇有可得必 旷则门火有可得必 凶恶罪相亦可得勉 狂恶狮子稀可得勉 沙门渠谈论意手中难可得托 除了壮夫丰刃 乱下之外的一个屁育之外 充满毒蛇的一个地方 那么你还可以不被毒蛇咬死 在旷则门火 没有处可以逃避 那么还可以不用被火烧到 那么在这个凶恶的罪相底下 你还是可以逃脱得了 狂恶的狮子 狮子吃饱了就比较不会攻击人 现在他非常饿 有点发狂 饿到有点发狂 那么你还可以避免被狮子伤害 但是你来跟这个渠谈辩论 你没有办法那么变得赢 这个渠谈 那不受 就是他论意 你没有办法可以得托 那 非我凡品 清照彼夫 不是我们这边这种 品就是品类 不是我们这一种凡夫 那么 不是我们这样的一种凡夫 清照 那么比列的这样凡夫 那么 可以可以的 像我们这一种 清照比列的凡夫 论据不变 就是没有具足辩论的这一些技巧 智慧 其实他是很多的 其实他也是有 但是他没有办法 他来跟佛陀辩论 那么 都还没讲到话了 就被佛陀几句话讲到 讲不出来了 没有办法了 像那个 舍利佛的舅舅家长员也是 来跟佛陀辩论 没有几句话 就被佛陀讲到 就无话可说了 马上就知道 他落于下风了 落于败处了 落于复处了 好 所以以论异故 来聚取谈 就是说 不管是谁 这种防夫类的 那么来跟佛陀辩论 那么 从来没有人在 佛陀的辩论下 他能够 能够讨得任何的好处 能够有任何回避的空间 能够不落败的 三门取谈 此辟舍离 丰热国土 辟舍离 基本上都是拔旗族的 拔旗国 辟舍离 这样一个 风热的国土 这是物产 物产丰富 人民安乐 风热的国土 有 底下 底下他连续举出 一二三四五六七 有七个宝塔 肢体 就是塔 那么塔 基本上 有时候也有四站 塔四 好 那我们一一来看 这里有七个 他基本上就是 有七个可以居住的地方 那么他希望佛陀 那么在这七个地方 那么任何一个地方 都可以安住 那他说 第一个 有遮玻璃肢体 那遮玻璃肢体 基本上是 佛就在这个地方 那么 告诉阿纳 佛在辟舍离 告诉阿纳 我要三个月后 我要入涅槃 那就在遮玻璃肢体 这个地方 那遮玻璃 是一个夜叉的名字 叫做遮玻璃夜叉 他们原来就是 供奉 供奉这个遮玻璃夜叉的 是一种神庙 这个肢体基本上是 塔或是庙 塔四 他原来就是供奉 这个遮玻璃夜叉的 这个夜叉的名字叫遮玻璃 后来 后来这个地方也变成寺院 变成佛教的寺院 这个在舍离 这个在辟舍离 他说 他说这个辟舍离 这个物产丰富 人民安乐 那么有 这个遮玻璃肢体 遮玻璃这个地方寺院 意思就是 佛陀可以去那边住 七安罗树肢体 那么肢体都是塔 其实后来就是塔寺 后来变成 历史 寺院也叫肢体 塔寺 那么这个在辟舍离城 广原城 辟舍离是一个城市 就好像守卫城一样 它是拔旗国的 在这个城西 在辟舍离城的城西 有七安罗树肢体 这个七应该是 1234567的七 照理说 那写这个七 七安罗树肢体 这个都是神庙 原来的神庙 或者是这个 这个七是 安罗 安罗 不晓得 也可能是指红色的意思 它一般有七安罗树 七 七颗安罗树 它就写这个七 有七的七 好 那这个是在城西 这个是在城西 那前面那个 前面那个 遮坡里肢体 在城北 在北边 那也可以说 在西北边 那这个在西边 我们大概知道 然后 多子肢体 这个多子肢体 也很有名 这个多子肢体 在城南 那也是供奉 也是神庙 就是 供奉这个 渠坛夜叉 也是神庙 那个夜叉也叫渠坛 渠坛夜叉 那多子肢体 也有时候叫多子塔 它在城北 多子肢体在城北 前面一个在 西北 一个在西边 一个在南边 那 这个 这个多子肢体 就是在南边 那又叫做多子塔 那有些说是在城北 那就是 它比较有名的就是 因为 它为什么叫做多子塔 就是 这个王舍城 有一个长者子 那不是 那这个跟 这个是在屁舍里 这个 那 王舍城那个是多子塔 跟这里不太一样 但是这里也叫多子肢体 多子肢体 但是 他这里有讲 这个 是说 有 他这里说到 他说 这个 王舍城 有一个长者子 这里多子塔 对 王舍城 有一个长者子 那么 他的儿女 总共有三十个人 这个是传说 我们不晓得是真的 那三十个人都结婚 那么 嫁人了 就男婚女嫁 所以 有非常多的子女跟孙子 非常多 太多了 这一般来讲就是 有几百 近百人 那 但是因为太多了 这 这子孙太多 他反而引以为苦 那 所以后来 他就离家去修行 那修行后来就成道 那 子女就把他 就是 子女后来 因为他死后 子女把他建塔 修塔 然后后来 人家就叫多子塔 他好像有几个故事 但是这是其中一个故事 那 据说 这个 佛 渡大家社 就是在这个地方 那 看见大家社 跟人家说 你是我徒弟 我是你师父 然后 那 大家社也这么说 就是大家社在多子塔之前 见佛的 这个多子塔 在辟舍里 好 那 他是 辟舍里是这样 辟舍里是离 辟舍里跟王舍城 就隔一个横河 横河 那是在上面 然后在过去才是守卫城 那辟舍里在这边 然后跟 辟舍里在上面 王舍城在下面 那他们中间隔一个横河 那两国是两条 两个国家是隔一个横河 拔旗国跟 拔旗国跟摩羯头国 但是 辟舍里 辟舍里是类似像首都 但辟舍里没有国王 辟舍里是那一种 异位制的 那 摩羯头国有国王 那 这是 差不多就是 稍微有一点点斜对面这样 离不远了 就隔一个横河而已 好 那 这个是 这个是多子塔 那 第四个 渠潭 它这里是写 渠潭 尼居 罗陀 之体 那渠潭 尼居 罗陀 之体 这是第四个 渠潭 尼居罗陀 之体 好 那 这个 尼居罗陀 应该是尼居罗陀 尼居罗陀 是树 是龙树 所以它这个寨 应该是 尼的意思 尼居罗陀 因为这个 这里总共列了 七个 肢体 七个塔 那 这个在大波涅槃经里面 也列七个肢体 也列七个肢体 那 这七个肢体的名字 那 也是差不多一样 但是它 就是 它像这里的 这个 第四个 第四个 渠潭 尼居罗陀 那 这个 它没有 大波涅槃经里面 有多子 有安罗 有渠潭 渠潭 就是前面的 那 有可能就是指这个 渠潭 尼居罗陀 之体 好 那这个 所以 这个是第四个 渠潭 尼居罗陀 之体 在大波涅槃经里面 它就叫做渠潭 之体 那 第二个 安罗 之体 大波涅槃经 就叫做 这里叫做 七安罗 素 之体 大波涅槃经 就叫做 安罗 之体 那我们可以对照看 好 那另外 这个 这个是第四个 那第五个 第五个 是 好 那 有可能这个 尼居罗 渠潭 尼居罗陀 之体 那么 因为这个多子塔 多子之体的附近 附近 有一棵 很大的龙树 那 那 这棵 龙树 因为龙树的分支很广 那么 人们都是向树神 祈求 儿子 那么 可能就是指这个地方 好 那第五个是 婆罗 受 此 之体 那么 婆罗 受此 又叫做 说婆 说罗 这个 应该就是 这个 这个大波联盘经里面的 说罗之体 说罗之体 那这里叫做 婆罗之体 那 应该是字写的不一样 说婆 说婆 说罗 大波联盘经叫说罗 这里叫婆罗 受此 受此 提伯达多的达多也是受此 婆罗 这里是婆罗受此之体 大波联盘经叫做 说罗之体 好 那这个我们 也稍微知道一样 这个在城中 城中 那供奉 说罗 达多 夜叉 所以 应该叫做 说罗 说罗 达多之体 那 这个是第五个 第五个 婆罗 受此之体 好 这些全部是神庙来的 但后来 有很多都变成 佛事 主要是这样 第六个 舍重淡之体 舍重淡之体 有时候叫做 幽陀眼之体 这个也是在城中 就第一个是在西北 那么 城的西北 第二个是在城西 第三个是在城南 然后 第四个应该也是 第五个在城中 第五个在城中 然后第六个在城中 也在城中 就舍卫城中 或舍卫城的 不是舍卫城 辟舍离城 这个舍重淡吃体 又叫做摩托眼之体 那么另外一个 第七个 历士宝观之体 好 那又叫做 摩罗国 居士 这个不是 这个历士宝观之体 它 如果照资料来看 它并不在屁舍离 它在居士纳 屁舍离在过去 是居士纳 那有可能那个时候 是属于屁舍离室 应该是在居士纳 所以 这个肢体并不在屁舍离 不在屁舍离 所以 这个 我们就是 它这里列的这个七个 第七个 如果在地理位置上看 历士 历士宝观之体 它并不在 在屁舍离 它在居士纳的东边 居士纳城的东门 东门那边 这个地方 后来是 居士纳城东边的这个 这个历士宝观之体 是后来佛的涅槃处 土比的地方 天贯寺 天贯寺 然后 在天贯寺 然后在这个 这个塔这边 历士宝观之体这边 土比的 好 那 第七个 基本上 现在的地理位置上是在居士纳 并不是在屁舍离 好 那我们 基本上 这七个宝塔 不是宝塔 塔寺 通常就是七个神庙 好 那它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世尊 我们这个屁舍离 这个地方很好 这个 物产风老 人民安乐 那么我们 有哪里 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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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一个地方 你可以随便 挑一个地方安住 就住在我们这里就好了 不要到处去了 类似像这样 所以他 就讲 当安乐于此 辟舍离果 就那么多地方 你随便挑一个 或是你到处都可以去 诸天魔犯 沙门 婆罗门 及诸世间 于诸顺 于世尊所 常得恭敬 奉侍 供养 就是说 至尊如果住在我们这里 我们这边的百姓 那 但是 这个是习惯性 阿含经说的 天魔犯 沙门 婆罗门 那么 包括这些天人 如果天人的话 天人的话 基本上你住哪里 他都可以去供养 那是没有问题 天魔犯的话 你住屁舍离 住 住王舍城 住追思纳 住 不管你住哪一个地方 天人要供养 其实距离是差不多的 他从天上下来 到那个地方 到这个地方 其实差不多 天魔犯都一样 但是沙门 婆罗门 以及世间的人 就不一样了 他要很远 你从王舍城 走到屁舍离 要很远 从屁舍离 再到 再到 居士纳也很远 或是到舍卫城 也很远 舍卫城跟居士纳 比较靠近 好 那么 他说 主要 天魔犯 沙门 婆罗门 以及我们这边 这边的百姓 诸世间 那么 就 主要就是 这个 劝导 世尊 就 希望世尊 就能够住在 我们屁舍离 让我们屁舍离的百姓 能够常常可以怎么样 可以亲近 跟世尊学习 主要是这样 所以 他们说 也常常可以来 恭敬奉事 供养 那恭敬奉事 供养 除了要得福报之外 最重要是要 得智慧解脱 那世尊在这里 我们借着供养 恭敬奉事 世尊的机会 可以从世尊那边 听闻到佛法 学习到佛法 那么 可以增上这个善根 得到解脱 主要是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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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萨遮尼建子 佛种居士 那么 从佛陀听法 那边听法之后 那么 对佛法产生 很高的信心 像大致都在提到 佛陀 佛陀射受外道 就是怎么样 射受调福 那么 让这些 本来是外道的 本来不信他的 反对他的 后来 信他 而且 要依他修行 从那边得解脱的 其中一个 也提到 这个佛种居士 就是萨遮尼建子 好 那他说 这个 长夜安乐 就是 可以解脱 解脱就是长夜安乐 那如果不解脱 长夜轮回 不止苦之本机 就是这样 那么 这个 为愿指此 希望 非常 非常虔诚的 希望 佛陀就住在辟舍里 好 那 明朝 高与诸大众 受我博食 那么 明天 我希望 就是 明天 我会来供养 因为佛陀旁边 还有一些比丘 那 希望 受我供养 那 博食是 这个 我们翻译 就是 谦虚的话 就是 我给你的 是比较不好的食物 就是比较简单 的食物 耳食 世尊 漠然而取 那世尊 不回答 就 基本上就是 答应 好 那你明天 你就送饭来 那送饭来 他就不去脱锅了 他通常是这样 就是说 他一旦接受应供 应供有两种 一种就是 一种就是 他去他那边吃 一种是 他把东西 送来这里 那这里 没有 他这里也有 我看他后来是 没有 请佛陀去他家 接受应供 那这里是 请佛陀去他家 接受应供 他就不过去外面 脱锅了 那 就是说 应供有两种 一种就是 把东西送到寺院来 一种就是 我去你家 接受应供 那把东西 送到寺院来 通常 通常是 节下的时候 比较有 因为节下 他不出门 或者是 生病怎么样 他不出门 他把东西 送到寺院来 基本上是这样 那平常 平常 接受应供 大部分是 去他家 接受应供 大部分 去国王的地方 也是一样 或者是 有特别的事 大家不能出去 比如说 节级经典的时候 那么也是 天天有人送饭来 没有出去 那 这个 节下的时候 也是这样 那么有一些 应该还有其他的 但是就是 大部分都是 去他家 接受应供 那有时候是 他把东西送来 他住的地方 不管是住哪里 住的地方 好 那这个是两种 那这个是应供 那最 最长的就是 他脱拨 接受其他的人 那佛陀 也有人 像那个 辟舍区 他也曾经 希望 佛陀 就 由他供养 佛陀 不答应 那来 佛陀要接受 一切人的供养 怎么可以 单单接受 你一个人的供养 那接受 因为佛陀 一天就吃一顿饭 那接受你供养 其他人就没有 供养佛的机会 那他就不要 如果可以 每个人都要供养佛 那这个是讲到 他对佛有信心 那希望佛及弟子 明天 明天 明天与诸大众受我博使 那这里的受我博使 一后面看就是 来我家 让我供养 基本上是这样 好 这个时候 萨遮尼见子 知道佛 世尊 莫然受请 非常的欢喜 欢喜随即 内心非常欢喜 从作而去 耳时萨遮尼见子 与彼道中 与诸离居 就在半路上 跟这些离居子讲 因为他不是带了 五百个离居子去看 他怎么跟佛辩论 那辩论完了 要走了 因为他 最后 最后可以算是圆满所长 然后 回去 希望佛 明天去接他们共养 然后因为佛地子也很多 然后他也给这些离居子 跟他们讲 我已请沙门取坛 及诸大众 共设饭食 我明天在我家 设宴 共佛 及弟子 你们每个人也可以 那么都准备一两道菜来 一福就是一道菜 一福就是装菜的东西 饭菜的东西 那么你们每个人可以 每个人都 基本上也是好意 你们每个人都 可以办一道菜 那也比较丰富 那么来供养佛 他们也有共佛的机会 那你们每个人 从家里带一道菜来 那么送到我住的地方 好 那么 朱离居子 各环其家 那每个人都回家 新夜共搬 连夜 新夜是晚上 就是 因为明天早上就要共了 通常共佛 都是早上 早上 那他不会 他不会等到中午 就是早上应该都是七八点吧 都是这样 托波也是这样 托波是 明相出来就去托波了 那并不是吃中午的 佛时代不是吃中午 是吃早上 那只是 只是他的时间限制 到中午为止 但是并不是吃中午 他并不是吃中餐 不是喔 其实就我们来看 他是吃早餐 他也不算 他大概就说七八点开始吃 或者是八点到九点 我们去泰国也是这样 就早上明相出来就去托波 托回来 托回来六七点而已 顶多七点 七点多 七点半 休息一下 洗个觉 等一下 等大家都回来 因为远跟近的不一样 近的大概三十分钟就回来了 远的又两个小时 远跟近不一样 人多的话 以前我去住那个道场 多的话一百多个人 分四个地方 分四个地方 最近的就是旁边的菜市场 那个半小时就满了 就回来 人多嘛 大家都去那边 那远的就是很远很远 其他路线我都走过 远的要走一个多小时 就是去再回来这样 一两个小时 那很相信 很偏僻 那你也要给他们继续就去 所以先回来的就里面等 或是里面打扫 怎样等他们 大家一起回来 就 你脱完的东西拿出来 那你不拿出来也可以 就是你自己的 那因为很多嘛 很多 那你喜欢的你可以自己留起来 那通常都是全部交给 后面有一台车 有一台车 然后 因为其他里面还有人 没有去脱波的 你要分给他们吃 然后食物大概平均分配 平均分配 然后就每个人坐下来吃饭 那吃完了 吃完了大概也不到九点 八点多 大概也是这样 因为佛陀时代应该也是这样 应该是 大概有些早一点 如果你自己脱波自己吃的话 大概七八点 基本上我们就是要吃早餐 那但是他没有只会吃早餐 他就中间就吃那么一次 但是如果再有人应供的话 还可以去 还可以去 但是吃到时间到中午为止 日中为止 他并不是在日中吃 不是 日中是实现 日中是吃饭的实现 但并不是在日中吃 我们以前都误会是在日中吃一餐 不是 好 所以他这里 一大早 因为一大早就要送去吃了 一大早就要送去 所以他连夜晚上就要赶快煮好 如果你早上再煮 然后再送去就来不及了 好 所以成召送至萨遮宁剑子手 那么萨遮宁剑子 成召洒嫂夫作 共伴尽水 前死亦佛 通常是 已经佛陀先来 或是他在那里等 如果不远的话 那来了就在旁边等 那如果不远的话 就是 剥好了去请佛过来 基本上是这样 就派个人去请佛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请这个佛籍弟子上座 接受供养 通常是这样 那你不可能一段的脸请来 看你忙去忙去忙去的 等吃饭 不是这样 好 那么白眼十道 而十日世尊跟诸大众 着衣持坡 往萨遮宁剑子手 那就去请佛 那请佛 佛就过来 就是跟诸弟子都来 大众前作 就在这个供养的这些大众里面 之前作者 萨遮宁剑子 自首奉师 清净饮食 我们现在叫做三德六位 那充足大众 食以 洗波进 萨遮宁剑子 知佛食进 洗波以 取一杯船 就洗一个小凳子 因为佛坐在这边吃饭 那取一个小凳子 那在旁边 于佛前作 二十四尊为 萨遮宁剑子 说水洗济言 好 那就说了一个济 佛基本上 应供都会说法 他说什么呢 于诸大会中 奉火为其罪 那么这个并不是佛头说 奉火 所有的法会里面 火供的法会最殊胜 不是 这个是就佛罗门的概念去说的 就好像心经说 这个是大神咒 大明咒 是无上咒 并不是说 咒是最厉害的 不是 这个是就 佛罗门的概念 咒有无上的威德力来讲 般若 才是真正的咒 真正无上威德力的是般若 不是咒 那一样 所以他这里讲 这个是就佛罗门 佛罗门的概念里面认为 所有的 所有的法会里面 奉火 火供的佛罗门 那么 他们认为 因为佛罗门四三火 聚江火 福田火 根本火 长夜不能让它 让它洗掉 那这个是 这个是 佛罗门里面的一个概念 火供 火供是佛罗门 叫做火祭 是所有祭祀 祭祀里面最 最主要 而且最重要的 那么 所以 那 这个是 他说 奉火为其罪 就他的概念讲 就像 所有的祭祀法会里面 对火的祭祀 这个是最重要的 为佛经典中 匹婆地 为罪 那么 这个 废陀经里面 这个应该是 废陀经的 这个里面 就是属于废陀 还有一些 还有一些十八论点 它是有关废陀的 他认为 这个废陀的 这些经典里面 那么 婆匹地 婆匹地 为罪 好 那么 这个婆匹地 婆匹地 是 第一宋 好 这个我们稍微写一下 他 叫做 巴利 他叫做 说婆地 就是第一宋 四废陀里面 第一宋 这个是 最主要的 最重要的 第一宋 就像中论的第一宋 中论的第一宋 是八部 八部中道 类似像这样 好 那么我们先讲 那么在 他的一个 婆匹地 这个婆有可能是 梭 撒 那么 别一杂涵叫做 撒婆地 撒婆地 那撒婆地 或是 说婆地 说匹地 前面的那个婆罗 其实也是 说罗 所以他这个翻译 基本上都把这个说字 说婆说婆 要用着这个婆 好 那么 如果一别一杂涵里面 我们先写 别一杂涵 别一杂涵里面 他是写 这个 撒婆地 撒婆地 那这里是 所谓的 婆匹地 这里是婆匹地 我们对照一下看 婆匹地 好 那别一杂涵是 撒婆地 那么 撒婆地的意思是 离聚 离聚废头中 有一个 说匹地 送歌 他说 有一个说匹地 送歌 他说 离聚废头中 废头有四废头 离聚废头是最老的 我们还是写一下好了 四废头 离聚废头 说谋废头 夜罗废头 阿大佛废头 那另外有十八论点 阿大佛会 那这个是 这个是对诸神的战歌 这个是根本的 赞颂诸神的 赞颂诸神的 应该是这样 这个是对诸神的战兽 那么 这个是战歌 就是 有音乐的 并且编程歌曲 唱诵的 这个是战歌 那废头有时候叫 明论 战歌 就是我们在唱个 什么战 什么战 卢江战 观星战 弥陀战 那这个是 祭祀的遗轨 就法会 这个是祭祀法会 要唱的战歌 这个是 对诸佛的赞颂 这个是 祂的整个遗轨 遗事 整个遗轨 这个是咒语 主要是咒语 我们 基本上是这样 好 那这个 离聚废头中 离聚废头 离聚废头的 说彼帝送歌 说彼帝 有时候叫 说彼帝送歌 那这里是写 婆彼帝 那应该是 说彼帝送歌 一句废头的 说彼帝送歌 那送歌就是 赞颂的 赞歌 但是 基本上就是 他的歌词 基本上是来自于 离聚废头 赞颂的词 但是他 唱出来 第一个句 基本上也可以这样 颂词 离聚废头里面的 赞歌 那 为诸废头 导颂之道 就是说彻聚废头 这是所有废头里面 祈祷 赞颂 最主要的 其他宗教好像也都有这样的 回教好像也有 为猪废头 祈祷 祈祷 神 赞颂神 赞颂之罪 他是这样说了 好 但是 如果我们来查的话 就是说最重要的 因为也查不到到底 那这个 说比例上歌 我查了很久 查不到这个说比例上歌 到底是哪一句 没有 但是有一点类似的 我们写一下好了 有一个类似的 就是 废头里面 非常 就是他 比较重要的 有一个宋 这个宋是 很重要的 叫做太阳宋 我们把这个太阳宋写起来 这个太阳宋是 基本上每次都要念的 因为我们也没有参加过 大法会 没有完整 完整读过 四废头十八论点 所以 老实讲 我也不太知道 他这个说比例 到底指的是什么 但是有这么样一个解释 我们就顺便看 但是 有一个太阳宋是 这个 所有战歌里面 因为婆罗门的概念 所有的战宋诸神 这个都是 驴聚费斗是战宋诸神的 但是对诸神的战歌当中 最重要的是 对太阳神的战宋 是婆罗门早晚 早晚导宋的一首 是有这么样的一个说法 所以 有可能是这一首 有可能是这一首 但是 我不晓得是不是 但是有可能是这样 有一个太阳宋 这个太阳宋也是出自 废陀的 他是怎么说呢 这是所有的诵歌里面 我们说 那个诵词 是记载在驴聚废头 什么神 什么神 多伟大多伟大 多殊胜多殊胜 但是 你用成歌曲 把它唱出来 就好像我们的战一样 一界定正香 我们是用唱的 但是他那个词是来自 然后他要用什么音韵来唱 什么调 什么调 那个是 那个是记载在 说谋废头里面 那个仪式怎么进行 那个是记载在 夜楼废头里面 还要念些什么 比如说 你 你 赞颂阿弥陀佛的 这个是弥陀战 赞颂观音菩萨 是观音战 赞颂地藏菩萨 是地藏战 地藏禅 或是 或是这个 大悲禅 反正 他的诵词不太一样 但是他那个调 也不太一样 赞颂委陀菩萨 是委陀战 其然战 是用唱的 你看我们的法会 基本上 我们现在法会的那种 那一种内容 跟那一种 那一种形式 形样 基本上是出自于 世费妥 那这种 其实佛陀是没有的 佛陀基本上 佛陀基本上 不举行这种法会 佛陀就是 佛陀就是禅修 戒定会 它就是戒定会 但是后来 因为 佛法本来就是 佛法本来就在印度 那么慢慢慢慢慢慢 这些人就 渐渐渐渐渐 就佛法跟 印度教结合 密教就最典型的 那印度教是 婆罗门教改革之后的 婆罗门教最初 有奥义书也做改革 后来印度教又 又就是结合了 那慢慢慢慢 佛教后来也 慢慢慢慢跟 印度教融合 开始 那 所以我们现在的 很多的这种做法 那么其实是来自于 印度教 不能说印度教 婆罗门教 后来就变成是 佛教的一种形态 那 这个 我们比较接近 就是北传的 比较接近 婆罗门教 藏传的 比较接近 印度教 那印度教又是后面的 那那个又是 印度教也来自于 婆罗门教 没有错 但是它 比较印度教化 那 我们是比较 比较婆罗门教化 就是我们的华会 73是这样的 好 那太阳松 我们写一下 他认为 这个太阳松是所有 所有 废陀 送歌里面 就是赞颂的 这种歌 歌词 或是赞颂的 这种里面 就是这个 鱼锯废头 跟梭谋废头 那么里面 最重要的 而且早晚都要 送这个 我不晓得 但是有人这么说 我们就 就来看 他说 我们看一下 他到底都在念什么 那种 奥是 他认为 这个宇宙原因 所以 就好像 这个频率 他们这个是 声长论 就是 有一种声音 有一种声音 更古长存 具有无限的微得力 就好像 这盒子 你把它 做什么处理 它会有很大的能量 一样 那么 某类的声音 这种频率 那么 非常 就是 有非常 很大的能量 那 它好像放在 一个盒子里面 那么 你这个声音 启动它 打开了 这个盒子 就释放很大的能量 你就接收 这种能量 好像这种观念 佛法不是这种观念 所以 很多人会 执着这个 要念那个原音 就是 就那个 咒音 就是 唐音 因为我们现在 音是北方音 要念唐音 唐音也 不正确 要念梵音 梵音也不正确 要念古梵音 就变成这样 佛法的功德 不从声音 不从文字 从心 那么 你并不是 你声音念对 不是 是你的道理要对 你明理 比较不重要 你不明理 你念什么声音 都没用 我就举一个例子 你念 吴妈你把梅 跟吴妈你把梅 他声音完全不对 但是他一样 可以感应 他心 但是他感应 他不懂道理 那辣妈跟他讲 你不是念 吴妈你把梅 应该念 吴妈你把梅 才对 结果他转念 吴妈你把梅 反而不能专心 那豆子反而不跳 照理讲 他念音对 才要跳才对 而且要跳得更多 他说 因为他那个时候念 他习惯 他习惯念 吴妈你把梅 现在你念 吴妈你把梅 他一样子 转不过来 怪怪的 所以那个 心不能专意 心不能专意 豆子不跳 那个妈妈 看他这样 你还是念 吴妈你把梅 好了 他又念 到时候又跳了 很多都是心的力量 并不是声音的力量 声音是无常的 那这个是 后来就会 有一些人 就强调那个咒音 那 所以 到底是要念 阿弥陀佛 还是阿弥陀佛 比较有力量 类似像这样 这个不对 你还这样问就表示 你还这样问就表示 你不太懂佛法 那你才会有所谓的 念阿弥陀佛 念阿弥陀佛 还是你要念 波罗波罗蜜 还是你要念 巴拉波罗蜜 还是怎么样 我也不太念 那类似像这样 波罗戒滴 波罗戒滴 还念 巴拉卡帝 巴拉卡帝 不是 不是这个意思 是你要明白它 你念了 你念了这个 波罗咒 不是叫你念这个 波罗咒 是告诉你 波罗就像你们的咒一样 那么有威德力 真正有威德力的是波罗 不是咒 但是为了要让他们明白 因为他们最有威德力的是咒 波罗就像咒一样 具有无上的威德力 你要赶快修学波罗到彼岸 他是要告诉你这个 结果你在那边念 接滴接滴 波罗接滴 波罗生接滴 你念一辈子 你也没有办法到彼岸 这个是 就是说我们要了解这个道理 因为我们现在的北传佛教徒 有一大部分的人都被咒所局限 都专门在念这个 咒可以怎么样 可以怎么样 生病念药师咒 然后这个要往生念往生咒 反正念这个 然后要撒劲念大悲咒 然后要除慧念准题咒 反正要解读也念准题咒 这个已经根深蒂固 甚至我们脾泥里面 早上起来到往上睡觉 都要观想 后面再加个咒 连喝一杯水都要念个咒 喝下去才没有堵 这个不是佛法的观念 但是后来因为 以前的人也不知道 老实讲 就认为这个就是佛说的 然后传到现在 后来有变成一种形式 大家都要念 那你不念又觉得好像也不对 要念又觉得好像也不对 就有一点 现在的出家人 有一点进退两难这样 那一事就规定要念啊 但是我现在不念 我好像 好像又不遵照 不念我也不知道要念什么 要念又觉得 好像佛法也不是这么说 就有一点这样 其实你要真懂道理 其实你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好 那现在我们先讲 就是这个 好 那你们先下课 我把它这个写完 创造宇宙七重点 感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